从去年的9月底 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恢复修建以来 上千栋房屋目前正在加紧的赶工当中 而修建这些房屋的工人中 有很多都是巴勒斯坦人 虽然明知道犹太人定居点的扩张 将会损害他们的建国梦想 但是为了养家糊口 他们还是不得不在那里打工 这里是位于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名叫奥夫拉的犹太人定居点 过去两年中 65岁的巴勒斯坦人奥萨玛一直在那里工作 为犹太人定居者修建房屋 他的家在大约50公里开外的约旦河西岸城镇纳布鲁斯附近 每天早上6点钟他要赶到定居点 工作到下午4点 这样一天下来 他可以挣到200谢克尔 约合人民币360块钱 奥萨玛家里有8个孩子 其中的两个大孩子也都在犹太人定居点中修建房屋 对于巴勒斯坦人不应该为犹太人定居者打工的看法 奥萨玛说他不考虑那么多 他最需要的是养家糊口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 许多巴勒斯坦建筑工人都不愿意面对镜头 一些人在私下里表达了与奥萨玛相似的看法 他们说抵制犹太人定居点是巴勒斯坦政治领导人们的决定 他们最需要的是养家糊口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导致目前巴以河谈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 巴勒斯坦方面一再强调 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在约旦河县和东叶勒斯坦修建犹太人定居点 那么巴方就不会恢复和谈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曾决定禁止巴勒斯坦人在犹太人定居点的工作 围着将被处于巨额罚金 并没判处最多五年的有期徒刑 不过 由于约旦河县没有足够多的工作机会 并且在定居点工作能挣到更多的钱 许多巴勒斯坦人还是选择为犹太人定居点打工 据报道目前在犹太人定居点工作的巴勒斯坦人超过了2万人